将蒜葱白倒入热锅爆炒 再换朝天椒小米椒登场 逼出辣红色 这时将台湾道地黄牛肉 继续下锅快炒 火候功力是关键 要让肉质鲜嫩 又要有辣味层次 一道小炒黄牛肉 考验师傅功力 穿上料理精髓是麻辣 再看看经典剁椒鱼头 选用增纹水库大头帘 富含胶质 铺上灯红泡椒和红油特制的剁椒酱 淋到手工白面上头 入口三鞋 一不小心胃口大开 我们因为在生长在台湾 我来这边把它稍微改良 加了川菜里面的红油 所以你吃到我们的剁椒 是有麻香 它是有层次的 它会有它的香气 闻到它的香气之后 它要吃到后面 是吃到自己本身的咸味 那我们今天用盐乳做的一个 手工豆花 吃完闲时再吃甜点 但是这碗豆腐脑很不一样 点缀蜜漬的芋头 山药和地瓜 还有四颗花椒 闻起来浓浓豆香 焦制花椒香 咬开来 焦麻口感瞬间冲出来 我们用两种花椒 去熬制的一个 甜的花椒甜酱 经过我们的调制之后 适当的一个比例 那你可以吃到花椒的香气 那还是可以品尝到花 那个豆花它原本应该该有的一些豆香味 新换的菜单 有超过30道的新菜 那今天在这边展现 虽然是只有10道菜 但是我们认为它是最能够吸引客人 然后展现辣菜的特色的 夏天到来食欲不振 饭店业者专出餐香料理 要让超客在炎炎夏日吃辣开胃 听新闻讯助于梁静乐 台北报导